这是李洞旭刚刚完结的一部韩剧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 《杀人者的购物中心》 故事开始 女孩捡起地上的碎玻璃 用胶带把碎玻璃缠绕在扫帚上 紧接着把她高高举起 远处的杀手以为她想用镜子找到自己的位置 觉得她太过天真 杀手决定和这个女孩好好玩玩 她扣动扳机 扫帚上的玻璃应声被击碎 女孩更换碎片后把扫帚抬高了一些 玻璃碎片依旧被不偏不倚的命中 女孩也决定从上面跳下来 正如女孩计算的那样 子弹打偏在了墙上 女孩落地后立刻抬起沙发阻挡杀手的视线 女孩不敢置信地看着沙发的底部 竟藏着一把配了八倍镜的狙击枪 正在杀手瞄准时 看到了对面同样一把狙击枪对着自己 女孩名叫郑志安 她因为暴打乱闯女厕所的维索男 此时正在警局接受调查 她本想打电话联系叔叔来警局和维索男和解 但接电话的却是一名警察 警察告诉她的叔叔已经去世了 叔叔是志安市上唯一的亲人 但是叔叔的行为总有些怪异 给五楼卧室的窗户安上防盗窗 送了志安一个碳合金防弹衣橱 能夺鬼的同时还能防杀手 二十岁的女大学生身边怎么会有那么多危险 还有就是之前打工的黑心店老板离奇遭遇车祸 车祸后竟然主动偿还拖欠的工资 志安说她照叔叔交的 对着天空大喊了三次叔叔的名字 看来真的有效 叔叔却说那是他做的 弄断他的手臂跟腿 志安当然不可能相信叔叔的胡话 叔叔还说学号和身份证字号一样 是被授予的编号 要求志安一定要好好记住自己的学号 因为叔叔经常对自己说一些听不懂的胡言乱语 所以志安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不成想这个学号却成了叔叔留给志安的最后一句话 叔叔的身体表面只有脖子上一处刀伤 而且房子周围的监控没有派到任何人进出 所以警方最后是以自杀结案 虽然死法离奇 但是志安并没有要求警方验尸 志安注意到叔叔的身上有一个自己从没见过的刺情 协助杀人 志安回叔叔家收拾东西 在这里他遇到了小学同学陪正明 正明自称最近在叔叔这里工作 帮助他搭建售卖农用水管的网站 所以叔叔最后联络的人是正明 警察最先联络的人也是正明 正明主动提出帮志安清理叔叔自杀的洗手间 让志安专心准备叔叔的葬礼就好 志安没想到的是 在本地售卖农用水管的叔叔 竟然有许多外地朋友专门来参加他的葬礼 葬礼上朋友们七嘴八舌说着叔叔的过往 有人说他曾经是黑帮大黄蜂帮的行动队长 也有人说他是国情院的对北间谍 还有人说他是拯救所有人的大英雄 尽管志安和叔叔一起生活了近十年 但他仍是对叔叔一无所知 参加栏葬礼回到叔叔家 看着空荡荡的大房子和墙上挂着的全家福 回忆起曾经和叔叔在这里相处的一幕幕 志安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情绪 开始失声痛哭 他实在想不到外表坚强的叔叔为什么会突然自杀 他更不知道自己一个人该如何继续生活 证明交给志安一个老式手机 这是他在清理洗手间是找到的 志安感到非常奇怪 因为叔叔明明和自己一起换了智能手机 他打开手机 看着里面的账户余额 陷入深深的不可思议 再三确认 叔叔的账户里真的有187亿 志安怎么也想不明白 卖农用水管的叔叔是怎么挣到这么多钱的 经过三分钟的思考 志安想到叔叔或许在偷偷卖其他的东西 那个卖农用水管网站的背后 或许隐藏着真正的网站 通过科技难证明的一系列操作 那个被隐藏的网站出现在志安面前 隐藏网站名为协助杀人 正是叔叔在身上刺的那个名字 自动登陆网站后 网站上陈列的竟然是各种枪 志安实在觉得搞笑到不可思议 老实本分的叔叔怎么可能会卖武器 也就在这世网站收到一个消息 考虑到叔叔已经去世 志安给他回复到打算关闭网站 让他留下账号把钱给他赚回去 然而那边确认他叔叔死了吗 还表示那你今天也死定了 几乎同时 志安回答说叔叔不在 让女人下次再来 年轻女人自称是叔叔的中文家教 约好了今天来上课 令人奇怪的是 上课需要在背包里放一把枪吗 就在这时 叔叔的老旧手机收到一个短信 别死在别人手上 我会亲自过去杀了你 志安回想起和叔叔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那年志安刚刚七岁 他实在不喜欢眼前这个脸上带伤的男人 叔叔离家八年杳无音讯 期间没有联系过家人一次 尽管对他的行为非常气愤 爸爸和奶奶还是让他在家里住下 在叔叔住下后不久 奶奶就离奇去世 而叔叔竟然向爸爸提出验尸的请求 当然遭到爸爸的言辞拒绝 奶奶已经做过多次胆道癌手术 医生早就说过奶奶何时去世都不奇怪 就在两兄弟吵得不可开交时 捣蛋鬼志安不小心打碎了旁边的米罐 就这样叔叔被委派回家照顾志安 两人刚走不久 一个陌生的男人出现在葬礼上 他自称是叔叔童年时的朋友 回到家的志安和叔叔两人正坐在沙发上发呆 年幼的志安还不懂死亡的含义 只知道再也见不到最疼爱自己的奶奶了 突然叔叔的手机响起 叔叔挂断电话后告诉志安 自己要马上赶去殡仪馆 让志安自己在家待着 我的朋友会过来叫你帮他开门 但你绝对不能直接帮他开门 要猜对谜题才能开门 志安保证自己一定能做到 叔叔走后不久 一个陌生的男人就出现在志安家的楼下 男人没有敲门 而是直接开始敲锁 听到声音的志安以为是叔叔的朋友来了 便出谜语考他 门外依旧没有传来男人回答的声音 看到门锁被打开的志安害怕的后退 房门打开 露出男人的帅脸 男人没有说一句话 结果被另外一个人拉走 门外传来打斗的声音以及男人的喊叫声 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志安害怕的跌坐在地 房门再次打开 进来一个帅小伙 看来这个帅小伙才是叔叔的朋友 帅小伙起身看了眼门外 发现又有人向这里走来 他便让志安去卧室里躲着 千万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躲在卧室的志安听到客厅传来打斗声 以及家具摔碎的声音 好奇心作祟的他小心翼翼地裂开门缝 受到惊吓的志安关上房门 开始寻找躲藏的地方 不多时两个杀手就进到志安的卧室 床底只有一个兔子玩偶 衣橱里也没有女孩的声音 躺在床上休息的杀手突然撇到被风吹动的窗帘 他拉开窗户一看 志安果然挂在窗外 龙声龙凤生凤 近弯的侄女伸手棒 看到杀手伸手向自己抓来 志安直接双手一松 正好掉在了楼下废弃的沙发垫子上 志安起身后立刻开始逃跑 后边的杀手也跟着跳到楼下 没有办法 杀手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也只能停手 车祸受伤的志安被送到医院 半夜 被开门声吵醒的志安睁开眼睛 进到病房的竟然是一只丧尸恶狼 恶狼一只眼大一只眼小 表情凶狠异常 歪掉的嘴里叼着一只断手 这只断手正是白天那个帅小伙的手臂 动弹的志安 他松口把断手放在志安身上 歪嘴独眼的恶狼看着眼前的小女孩 女孩被开门的声音吵醒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噩梦 志安不知道的是 病房外边真正的危险正在悄悄靠近 杀手轻轻拉开房门 然后给手枪安上消声器 他走到病床前 伸手掀开被子 床上却空无一人 女孩已经偷偷逃出病房了 志安在安静的医院里慌乱逃跑 不知不觉间竟然来到了太平间门口 前面就是死路 而杀手就在身后不远 走投无路的志安只能躲进太平间 杀手进到太平间 却并没有见到志安 很明显志安躲到了放尸体的柜子里 此时的志安正瞪大眼睛看着旁边的尸体 志安听到外边杀手开柜子的声音 他伸手抱住旁边的妈妈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压住内心的恐惧 就在杀手打算继续开柜子时 他的队友突然出现在门外 抱着妈妈的志安静静地听着外边开枪的声音 过了没多久 枪击的声音就停下了 紧接着柜门被打开 是正进湾叔叔 叔叔轻轻抱起志安 把妈妈推回柜子 然后带着志安离开了太平间 从这一刻开始 年幼的志安就和叔叔生活在了一起 也因为这场变故 志安患了严重的失欲症 叔叔带着志安来到新家 年幼的志安提着自己的行李 刚进家门就摔了一个大跟头 他看着叔叔 希望能得到叔叔的一点帮助 叔叔却说我不是你爸妈 也不可能成为他们 说完叔叔就扭头进到房间 只留下年幼的志安在原地整理行李 其实叔叔很清楚 志安一家的不幸都是自己带来的 他曾无数次在深夜里扇自己大嘴巴 只为能缓解些许愧疚 志安转校到了新学校 虽然学习成绩不错 但是因为不能说话 与同学的相处成了很大的问题 经常被班里的导弹鬼欺负 也就在这里他第一次遇到裴正明 平静的日子一点一点过着 直到有一天 志安被三个导弹鬼锁进了杂货间 到了晚上仍是没有人来开门 志安独自缩在杂货间的角落 他再一次看到了那只丧尸恶狼 恶狼叼着断手不断向志安逼近 害怕的志安大力敲门 企图引起什么人的关注 就在志安即将没力的时候 叔叔终于找到了志安 志安一下扑进叔叔怀里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 你明明说你会马上回来 这句话是志安对现在的叔叔说的 更是对那天离家的叔叔说的 从这一天开始 志安治好了自己的失欲症 叔叔也成了他唯一的亲人 时间回到现在 外面的女人表示 叔叔经常夸你又聪明又漂亮 志安却表示我又不聪明又不漂亮 叔叔不可能那么说 看到谎言被志安识破 年轻女人只能说下次再来 说完便开车离开了这里 女人刚走 老师手机再次收到短信 又是那句 别死在别人手上 我会亲自过去杀了你 通过研究协助杀人网站的底层代码 证明发现了网站的一些秘密 网站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经营 等级以代码显示 只有获得经营者授予代码的会员 能在网站购买物品 每组代码只能购买符合其特性的物品 红色代码是杀手 卖的是杀手杀人时所需的物品 紫色代码是间谍 专属买卖情报人士的代码 包括各种窃听装置和偷拍设备 黄色代码是善后者 包括处理尸体与善后时所需的药品清扫道具 还能提供各种逃过法网的行政服务 最后一种代码和其他三种不同 绿色代码 所有在网站获得代码的人都不能攻击绿色代码 万一有人违反此规定 所有获得代码的人必须拼命保护绿色代码 而拥有红色代码的人正是他的叔叔郑靖弯 以及郑治安 此时的治安只觉得一切是如此搞笑 或许这个网站就是叔叔留给自己的一个恶作剧 此时一声巨响 被吓了一跳的两人赶忙走出卧室 发现房子所有的围墙竟然被推平了 窗户外悬停着搭载了机枪的军用无人机 这个房子玻璃竟然能挡住无人机的扫射 郑明想打电话报警 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两人想从后门逃走 却发现后门也被无人机挡住 普通人家谁会用防弹玻璃和防弹门呀 治安意识到或许网站的一切都是真的 就在两人好奇无人机为什么不动了时 无人机连续射出多枚粘性炸弹粘在窗户上 接着定时炸弹爆炸 看到无人机进到屋子 两人连忙跑到卧室躲避无人机的子弹 无人机跟着飞进卧室 对着躲藏的柜子就是一阵扫射 但是子弹并没有射穿柜子 见此无人机再次射出粘性炸弹 治安用弹弓打中无人机的机翼 失去平衡的无人机很快就掉在地上 正当他想彻底毁掉无人机时 无人机瞬间射出108发子弹 不远处的女杀手看到无人机向女孩家飞去 女杀手从后备箱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电磁炮 功率开到最大 另一边两个小鬼已经吓得双脚发软 差点原地吓尿 治安硬着头皮探出头一看 发现铁板上已经布满炸弹 炸弹的后座力将两人击飞 杀人无人机不断逼近蹲坐在地的两人 两人彻底猛逼 愣在原地忘记逃走 就在这命悬一刻的关键时刻 女杀手已经用电磁炮瞄准了这边的无人机 危机暂时解除 摇摇晃晃起身的正明只想立刻离开这个房子 不曾想转角欲见爱 女人骑在正明身上 用手表扫描了一下正明的手腕 没有获得代码信息 这说明正明不是组织的成员 正明解释说她是治安的朋友 但是女杀手显然并不相信 被打了一针的证明陷入昏迷 看到好友被欺负的治安拿着弹弓与女人对峙 尽管治安的表现出乎她的意料 但是她的三角猫功夫实在对付不了真正的杀手 女人用手表扫描了一下治安的手腕 是绿色代码 女杀手说她轻举妄动 跟她叔叔的个性完全相反 但从现在起 你最好像你叔叔一样想好再行动 就在治安打算继续动手时 一颗子弹从两人中间飞过打在墙上 明慧率先反应过来 两人立刻利用墙壁躲避子弹 女杀手告诉治安 她来这里不是为了杀她 而是为了保护她 一直以来所有获得代码的人 都在保护拥有绿色代码的治安 霸凌治安的女学生被迫转学 性骚扰治安的学长自己退学 拖欠治安工资的便利店老板出了车祸 不信邪的治安刚打算冒头 就被杀手瞄准 差点被拘掉脑袋 为了遮挡狙击手的视线 明慧扔出烟雾弹 可杀手这边直接派出无人机吹散烟雾 这一下也让敏慧暴露在狙击手的视线范围内 狙击手显然是认识敏慧的 但她仍是毫不留情地开枪 男人表示敏慧是拥有红色与紫色代码的S级人物 这么一来危险津贴必须提高才行 另一边 治安伸手想要拿掉在屋子中间的手枪 结果被射飞 差点被打中的治安吓得止不住的颤抖 她想到叔叔的话 治安把镜子碎片绑在扫帚上 然后举高 可是紧接着就被打碎 她更换碎片后换了一个高度 也是立刻被打碎 第三次她把扫帚举到门框下面 这一次子弹没有打中镜子碎片 治安凭此成功找到了杀手的视线撕角 她爬上旁边的冰箱 瞄准房子对面的沙发 她伸手想要拿沙发下的手枪 但是难以够到 治安干脆直接掀起沙发 出乎治安预料的是 沙发下边竟然藏了一把配备八倍瞄准镜的狙击枪 敏慧告诉她怎么操作 接着一发入魂 八百里开外不开瞄准镜都能差点打到敌人 这可吓得车里的狙击手骂了一连串三字镜 女孩三人被杀手重重包围 陷入困境 就在这时 一个急性子的杀手举刀就砍 结果被直接射中 敏慧让他们先去安全仓库 这里的杀手交给自己对付 直到你进入仓库之前 我会保你安全 我跟你叔叔约好了 可是治安刚出后门就被狙击手盯上 也因为他们的这番操作 暴露了仓库的位置 狙击手打算再给治安补上一枪 不曾想自己也已经被锁定 你跑不掉了 幸亏子弹打到枪上改变了弹道 不然狙击手此时已经领盒犯了 治安刚进仓库就被杀手包围 幸亏敏慧及时赶到 对着治安抛了个媚眼后拉上折叠门 把杀手和治安两人隔开 治安找到仓库的密码锁 但是叔叔的生日和自己的生日都打不开密码锁 就在一筹莫展时 治安想起叔叔的教导 学号很重要 他输入学号 密码正确 电梯开始向下运行 治安怎么也没有想到 叔叔家的地下竟然是个庞大的军火库 治安不知道的是危险已经悄然逼近 突然出现的蒙面人拿枪指着他们 还表示自己是大哥 大哥从口袋掏出银手镯 让治安把银手镯靠在郑明手上 治安拿起银手镯背 对着大哥假装给郑明戴手镯 接着对着男人就是一击 治安的身手是不如女杀手 但是对付这个小小黑衣人还是绰绰有余 不到片刻功夫 治安就把大哥勒晕 他摘下大哥的黑头套 这个男人竟然是自己的前男友 高中时他们曾一起到游乐园游玩 傍晚大哥骑车送治安回家 年轻的两人芳心暗许 就在两人即将亲密接触的沙难 叔叔出现 大哥一脸猛逼 治安羞愧得想死 就这样一对小情侣被死板的叔叔拆散 从这之后 大哥就算再次见到治安也会装作不认识 然后立刻离开 治安对叔叔过度干涉自己的生活非常愤怒 在这之前叔叔就曾赶走过治安的朋友 威胁过治安的家教 但是叔叔并不认为自己做错 他说之前治安同学因为偷了手表才转学 他的家教老师因性犯罪遭到逮捕 身为必须保护你的法律监护人 我认为我已经做到最好了 但是这并不能说服治安 他还是认为叔叔的行为是在监禁自己 所以他迫切地希望能离开叔叔家 独自生活 于是叔叔跟他打赌 只要治安能打到叔叔的脸一拳 他就让治安搬出去 有这样的机会 治安怎么可能错过 他趁叔叔刷碗从背后偷袭 结果被反应神速的叔叔躲开 治安用叉车把叔叔逼在角落 然而却没什么效果 连续吃扁的治安还想对叔叔死缠烂打 不料却被把姓大叔拦住 然后竟直接被勒晕 原来叔叔的好友把姓是个泰拳高手 在小镇上经营着一家小餐馆 治安想拜把姓为师学习泰拳 为此愿意献上所有的工资当学费 就这样治安过上了白天打工 晚上学习泰拳的艰苦日子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治安的体力越来越好 技巧越来越纯熟 食量也越来越大 尽管他很快就学会了把姓传授的所有泰拳技巧 但是仍是无法打到叔叔一拳 这天买菜回家的治安看到一伙混混正在欺辱一名女生 治安走近一看发现女生是自己的好友 但是好友却趁混混的注意力被治安吸引 偷偷溜走 理所当然治安就成了混混的目标 治安放下包裹摆出架势 这么好的实战机会怎么可能错过 踏踏集中注意力 侧身躲过男人的拳头 然后打在对方身上 治安有点猛 他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厉害 第三个混混掏出刀子对准治安 却被突然出现的叔叔一把夺过 就在这时巡逻的警察赶到 混混们立马逃跑 回家的路上 叔叔叮嘱治安 就算你跟把姓学了格斗技也变强了 以你现在的实力还是很难赢过拿刀的男人 下次直接逃跑 治安并不想听叔叔说脚 他在把姓大叔的餐馆前下车 但是把姓的餐馆已经被关门 而且门口聚集了很多人 治安一打听才知道把姓借了周围邻居的钱 然后卷款跑路了 把信给治安留了一封信 说治安已经不再是之前的蜗牛了 这边 训练有素的杀手全副武装 他们进入仓库关上门 但他们的对手却仅仅是一个性感的女人 敏慧关上灯 屋内瞬间一片漆黑 入行不久的杀手菜鸟刚打开手电筒就被射杀 领头的老金立刻根据枪声确定了女人的位置 所有杀手立刻对着二楼中央开枪 短短瞬间就打出万发子弹 可是女人早已不在原地 她潇洒地跳到一楼 然后顺手给手枪换了弹下 她的身影如同鬼魅 不停在黑暗中变换着位置 找到落单的敌人后 直接KO 远处的狙击手想要联系老金 但是没有收到回应 她意识到情况不妙 开始呼叫增援 与此同时 两个杀手看到敏慧已经被人制服 压在身下 并且发出销魂的声音 然而开枪后敏慧再次消失在黑暗中 瞅准时机 她悄无声息地用刀给一人摸了脖子 然后一个转身 正好迎面碰到另一个杀手 宁慧立刻翻滚补开子弹 顺手用刀割断男人的脚腕 老金意识到光明才是他们存活的关键 她要求手下对上射去 子弹不要前世地射向天花板 光明瞬间驱散黑暗 宁慧也不再躲藏 先是撇出飞刀送一个杀手见了上帝 然后利用左右的架子做掩护 快速接近下一个杀手 咔咔两刀割断这个杀手的脖子 现在杀手队伍只剩下领头的老金 划了老金一刀后 宁慧翻身躲过子弹 体力有所下降 在养精蓄锐的老金面前很快就落入下风 她瞅准时机 划伤老金的脚腕 老金用尽全身的力气 把匕首压向敏慧的脖子 就在敏慧即将历劫时 老金竟然开始褪色 敏慧的毒药确实厉害 竟然能让人变成褪色者 与此同时 治安发现自己的生活竟然一直被大哥监视 从家里到学校到打工的便利店 甚至连卧室和洗手间都有监控 愤怒和羞愧让治安失控 他一脚踹向大哥 然后用手枪指着大哥的脑袋 必问他为什么要监视自己 大哥却表示没时间了 敏慧姐没子弹了 那群家伙又要来了 老板说过不会就此结束 若要挡住那些家伙 敏慧姐绝不能死 我们得赶快出去把武器跟要拿带敏慧姐才行 就在这时 郑明找到了地下的照明开关 开灯的瞬间 大哥表现得异常痛苦 原来他患有着色性肝皮症 被照射太久会全身皮肤剧痛 治安给他戴上披风和帽子 就在大哥打算解释原由时 郑明却打断了他的解释 然后用破抹布堵住了他的嘴 郑明认为他在装可怜 借此诱发他们的同情心 接着表示虽然不知道他为何会在这 但他暗中监视你是事实 我先尝试掌控购物中心系统 这样也能获得关于你叔叔的正确资讯 相对来说治安还是更相信老同学郑明 就治安转头的功夫 大哥已经挣脱束缚 还说别相信那家伙 大哥利用对环境的熟悉 很快就摆脱了治安的追击 然后偷偷拿了根40米的打针管 跟在治安身后 不过被身手敏捷的治安躲了过去 偷袭不成 大哥转身就钻进旁边的架子底下 治安立刻跟上 不料地板却突然裂开 治安掉下后大哥立马关上地板 紧接着大哥关闭所有灯光 黑暗中证明什么都看不到 只能摸索着前进 大哥凭借装备的优势 很快就用电机枪电晕证明 然后把它靠在铁架子上 大哥让治安打开电脑桌的第二个抽屉 里边是协助杀人交接指南 主要内容是郑金湾死亡后协助杀人 由郑治安继承的相关事项 大哥在解释完后询问治安是否同意交接 治安的回答自然是同意 治安出来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放了正宁 但是遭到了大哥的拒绝 理由竟然是老板是因为陪正宁而死的 尽管如此 大哥还是只能听从治安的命令放了正宁 松绑的瞬间正宁就给了大哥一个大逼动 他还想继续动手却被治安拦住 现在治安陷入两难 是相信几分钟前一起共患难的正宁 还是相信叔叔的手下大哥 治安想先听听大哥的解释 大哥说这家伙找上门然后老板就死了 若你好奇 打开购物中心电脑桌面上 档名是0404的视频档案 治安想要打开视频档案 但是被正宁拦住 治安被两人搞得左右为难 就在治安下定决心打开文件的瞬间 正宁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小学时治安被关在仓库的那天 是他把治安的位置告诉了叔叔 听到这话 治安的信任天平再次偏向正宁 他看了眼监视器里 正在等待增援的敏慧 然后让大哥去上边给敏慧送子弹和药物 临走前大哥给了治安一个眼镜当礼物 然后提醒治安 无论发生什么都绝对不可以到外面 等大哥走后 治安伸手拉起正宁 不料正宁直接给了治安一个拥抱 谢谢他信任自己 不过却告诉他 小时候把他关在学校仓库的人正式证明 治安反应过来时催眠药水已经打进治安体内 治安跌跌撞撞视线模糊 跌坐在地 证明正式控制协助杀人的中心系统 危险不止于此 杀手团队已经迎来增援部队 以及全新的智能战争机器 当初证明向同伴炫耀他黑了卖枪的网站 但是同伴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并且说他们这种三流大学毕业的学生 怎么可能成为真的黑客 他们在楼梯口看到一个凶狠的男人 直到此时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惹了什么样的存在 他们刚进房门 就看到家里已经有人在等着自己了 紧接着楼梯口的男人竟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个男人难道会瞬间移动 男人问他是不是黑镜了我们的网站 不等男孩回答 眼前的男人已经动手 神秘人只给他们三分钟 再次演示下如何黑镜协助杀人 如果到时没有完成后果可想而知 郑明聚精会神地敲着代码 但他身边的同伴就有些满头大汗 可恨自己上课时没有好好听讲 终于郑明成功在最后一秒完成了任务 但是他的同伴就没那么好 同伴死在眼前 但是郑明心中的兴奋大过悲伤 问需不需要帮忙处理尸体 郑明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 由于郑明是治安的小学同学 他非常顺利地来到叔叔手下工作 他利用工作的间隙偷偷录下叔叔的一举一动 就在他打算偷偷去叔叔办公室偷拍时被叔叔发现 但是叔叔并没有因此开除他 反而让他帮自己清理电脑里的病毒 郑明非常高兴 因为这样就可以在叔叔的电脑安装木马 顺利完成神秘人的任务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一举一动早已暴露在摄像头下 回到家后 郑明一场顺利地在叔叔使用电脑时 获得了协助杀人的账号和密码 他高兴还没到一秒钟 就收到神秘人说辛苦了的短信 紧接着就是门把手被人转动 他明白神秘人打算泄墨杀驴 他现在必须要获得谈判的筹码 他告诉神秘人 你要杀了我 协助杀人就会重置 让你们根本不可能连上线 果然聪明 但是神秘人根本不吃这一套 郑明喊停了他 说你不是看到我的表现了吗 我对这种事很有天分 我既聪明也擅长当黑客 你们想要的是什么 我有个棒透了的计划 最终一切都按郑明的计划成真 叔叔死亡 协助杀人被郑明控制 治安被俘虏 他打开电脑里的监控录像 录像中郑明被叔叔抓住 然后叔叔独自去到卫生间 可是到这里录像就离奇损坏 就这个录像可不足以显示出郑明的智慧 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录像笔插进电脑 那一天的故事才完整还原 郑明四角朝天掉在空中 叔叔一遍又一遍听着手机里 治安的求救声 他扔掉手机走到郑明身前 他妥协道 我会照你说的做 你要遵守约定立刻放了郑治安 得到郑明肯定的答案后 叔叔找而刻的把戏自杀 郑明洋洋自得 不停炫耀着自己的丰功伪计 但是治安却发出嘲笑的笑声 区区小喽啰还摆出一副聪明样 现在的郑明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只要一出去 恐怕立刻就会被外面的杀手干掉 现在唯一能保护他的人 就是拥有绿色代码的治安 郑明问他是到如今 还想假装自己是协助杀人的主人吗 不过几小时前 你根本连你叔叔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就算他们在外头控制无人机 开枪开个不停 最后抓住你并进入这里的人 仍然是我 治安反驳他 所以你刚刚才哭哭啼啼地 在我家走廊上爬行啊 幸好你没尿试裤子呢 治安的话彻底激怒了眼前的男人 他抄起手枪顶住治安的脑袋 治安瞅准时机 一脚踢出 然后抬脚夹住男人的脑袋 让他好好尝尝胯下之人乳 顺势用桌子撞开绑手的胶带 下一秒泰森附体 一口咬下男人半段耳朵 治安趁郑明处于晕晕乎乎的状态 抓紧逃跑 他想拿到锁在柜子里的武器 但郑明已经恢复了过来 开始朝着治安瞄边 治安在架子底下不断左闪右挪 这危急时刻 他再次想到叔叔的教导 遇到危机时必须懂得利用所有情况 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 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郑明 还在一边嘲讽一边四处寻找 突然他脚底一滑 猎人与猎物的角色瞬间互换 被打了一个大逼斗的郑明还敢嘴硬 治安被接二连三的意外打击得有点崩溃 这时他看到桌子上的协助杀人交接指南 翻开后发现叔叔早已给自己留了两条退路 第一条路 从协助杀人递下后门的逃生路线逃走 在逃生路线的尾端有新身份 及一笔足以往后生活的钱 还有能协助完美换掉身份的助手的电话号码 选择这条路的治安会以新身份重生 忘掉至今的人生 重新出发 第二条路 与保护自己的人一起携手共渡难关 成为协助杀人的新主人 守护协助杀人 叔叔很抱歉将他卷入这漩涡之中 但选择权只在治安手上 治安站在门前难以抉择 与此同时圣祖收到消息 不许杀掉治安 不多时增援的杀手与圣祖会合 同步支援的还有一只智能机器狗 就是这机器狗摇摇晃晃的样子实在不怎么聪明 而且还被旁边的杀手踢了一个大脚丫 谁知下一秒 机器狗一跃跳下三百米高的大桥 刚下桥就看到一只真狗 一山不容二狗 但自己还有任务 就不跟眼前的真狗一般见识 他以超音速向不远处的房子前进 房子里 明慧则怪大哥不应该把治安独自留在仓库 但大哥却认为治安必须学会独自解决问题 这是叔叔给他的考验 不过就算是如此 就凭弹夹里的十二发子弹 根本不可能抵挡外边的杀手 这时大哥不知道从哪里偷来一个大铁锤 筐灯一声就在墙上砸了一个大洞 原来从贝尔那件事后 为了抵御突然袭击 正经弯改造了这所房子 墙壁里隐藏着丰富的武器 大哥对房子防御非常自信 只要没有飞弹 他们两人就是安全的 机械狗转眼已经出现在房子里 而且灵活异常 可以轻易躲过免费的子弹 房子外的杀手也开始向着屋子里的敏慧射击 只见机器狗小碎步后退 压低身体用力起跳 实在厉害 这狗竟然刀枪不入 而且还会顶铁门 杀手进到房子后 失去了机器狗支撑的铁门立刻落下 杀手被困在房子客厅里 但是敏慧并不觉得眼前的铁门能阻挡他们 他分给大哥一把手枪 让他自己保命 门外的机器狗已经开始钻门 接着开始往里边喷瓦斯 隔离门外的杀手时刻准备开枪 就在这时大哥按动隔离门开关 紧接着一个闪光弹扔到杀手中间 伴随着剧烈的闪光 敏慧姐从隔离门后一跃而出 借离双脚夹住一个杀手的脖子 脱掉防毒面具的杀手瞬间毙命 敏慧姐借助沙发的掩护躲避杀手的子弹 她算好杀手换弹的时间 突然冒头干掉一人 一转头 志安还是决定担负起叔叔的责任 但是她刚刚扶起敏慧姐就看到杀手已经瞄准了这里 只见志安双手掏兜 拿出两个手榴弹 敏慧心有灵犀拔掉保险 但下一秒房门就被踹开 这个杀手实在是厉害 比机器狗还血厚 竟然能硬抗两个手榴弹 她解决敏慧姐后 抓起志安的头发就往外拽 志安还想反抗 但就她那三脚猫的功夫给这个杀手挠痒痒都不配 杀手踩住志安 看了眼镜子里的帅脸 用对讲机汇报了下里面的情况 虽然不能杀死志安 但是毁掉她半张脸应该没问题 危机时刻杀手被袭击 拯救志安的正式把姓师傅 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寒暄了 她让志安做好准备 贝尔要来了 也就是杀死志安父母的家伙 就在几个月前 正经湾带领的这个小队 在出任务时遭遇埋伏 被困在敌军炮火中心 负责狙击支援的圣祖也身陷绝境 幸亏新人组员相救才侥幸活命 然而他们高兴没有三秒钟 就再次被敌军包围 这个男人是贝尔 是这个小队的二号人物 他尸杀成性 面对无还手之力的敌军 也会肆意屠杀 等到小队从包围中脱困 圣祖发现贝尔失去了联络 但是他并不担心贝尔的安危 这个男人可是从地狱 也会活着回来的男人 新人到一栋民宅寻找贝尔 却发现民宅中有数据平民的尸体 紧接着他就看到贝尔枪杀平民 新人不敢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两具尸体 但是圣祖却似乎习以为常 贝尔边把手枪塞到敌军手里 边说平民是敌军杀的 圣祖立刻心领神会 听到枪声 郑金湾走进房间 看到了新人的尸体 圣祖解释说新人是为了保护平民牺牲的 也就在这时一个小孩出现在门口 贝尔直接射击 小孩的枪里没有弹下 身为老兵的贝尔不可能注意不到这点 所以他就是故意杀人 很快贝尔因为屠杀平民被送上军事法庭 但圣祖却为他辩解说贝尔根本没有屠杀平民 是叛军杀的平民 令人奇怪的是 郑金湾竟然也作证贝尔没有杀害平民 原来就在开庭前 领导老李亲自请求他开庭时做假证 郑金湾看在老李的面子上只能同意 但是在下一次行动时 老李竟然再次要求贝尔一起参加 老李说这次的作战区域没有一般民众进出 并且他承诺这次之后 我绝对不会让贝尔加入你的作战行动 这次的战斗非常顺利 不多时他们就全歼敌军 他们在搜查房间时发现了两个藏起来的男人 组长说过要将没武装的家伙交给警察 然而贝尔拔出自己的匕首 然后扔给眼前的男人 不明所以的男人捡起匕首 既然男人有了武装就可以干掉了 贝尔一把扯住男人的头发 男人还想反抗 结果不到一回合就被匕首刺中心脏 受到惊吓的同伴慌乱中摸到一把手枪 然而还是被贝尔杀掉 另一边 郑金湾正在追捕敌军头目 因为老李的要求是这个人必须是活的 所以他只能开枪打腿 受了伤的男人爬回房间 刚想拿钱上的枪就被把信制服 郑金湾看了眼前旁边的衣服 感觉有点奇怪 明明这里有女人的衣物 但为什么没有发现女人的身影 难道这个男人有一装皮 此时四处搜刮战利品的贝尔 在一个牢房里发现了五个年轻的女人 但贝尔转身却掏出一个手榴弹扔进牢房 听到爆炸声赶来的郑金湾 看着牢房里血淋淋的场景 愤怒地看向贝尔 圣祖还想替贝尔解释两句 但是郑金湾根本不想听他说话 小队产生分裂 以郑金湾和贝尔为首的两组人持枪对峙 最终还是圣祖在中间调和 两组人马才没有爆发枪战 郑金湾安放炸弹后却发现了异常 床上的女士衣服和鞋子不见了 他环视房间发现衣橱扮演 就在他打算打开衣橱的瞬间 一个女人持刀扑了出来 郑金湾没有动手 而是脱下外套给他披上 然后让女人保持安静 郑金湾送走手下后再次回到房间 他要带着女人逃离这里 不曾想刚出门就遇到贝尔 郑金湾没有犹豫 立刻开枪 然后拉着女人就跑 不料一转眼就被贝尔追上 并且被还了一枪 郑金湾伸之两个人不可能从贝尔手里逃掉 所以他让女人先走 贝尔交给自己对付 贝尔说他只是喜欢杀人才当的雇佣兵 多说无意 谁对谁错打赢了再说 两人的身手都是顶级 一时之间难分高下 郑金湾瞅准时机 一刀刺进贝尔的肩膀 但是没有伤到要害 两人进入地面缠斗 贝尔抓住郑金湾的手臂后 哗吃哗吃给了郑金湾的大腿两刀 受伤的郑金湾落入下风 贝尔不屑地把匕首扔给他后嘲讽到 只有这点本事 郑金湾挣扎起身 但是受了重伤的他根本不是贝尔的对手 不到两个回合就被割破脸 贝尔翻转匕首 打算给郑金湾最后一击 然而一枪朝贝尔射来 郑金湾也没有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没有逃走 她没有一丝犹豫 拿起匕首就咔咔刺进贝尔的胸膛 直到此时 贝尔还敢威胁 要是你现在不杀了我 我会把你的家人你的朋友 与你相关的所有人全部杀光 最后再杀了你 郑金湾捡起手枪 打算给贝尔再补上一枪 不料手枪已经没有子弹 此时炸弹即将爆炸 他们只能被迫退出了房子 回到基地后 郑金湾解释说贝尔是为了救自己被对方与党杀害的 同时他向老李提出辞职回家休息 接任务的老李感觉不对劲 于是命令人暗中盯着他 干雇佣兵这一形象来是有今天没明天的 所以小队成员没人怀疑郑金湾 但郑金湾准备回家的时候 察觉到有人在跟踪自己 所以他辗转了很多地方 这才敢放心地回家 就这样郑金湾和郑志安第一次相遇 另一边 圣祖在练枪的时候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人 而这个人正是贝尔 镜头一转 敏惠霍救后 被郑金湾安顿在了朋友小田的军火库里 期间郑金湾利用各种办法都没打听到贝尔的尸体 小田认为肯定是死了 他也指得祈求但愿如此 这里要提一下 小田是位聋哑人 他的弟弟是位电脑技术的天才 正是地下室里的那个大哥 另一边 贝尔召集了拥兵团的兄弟们 揭露了郑金湾的谎言 打算完成杀了他全家的承诺 其中有为教俊哲的不愿对治安动手 想要退出此次行动 然而却被圣祖给教主了 以他全家人的性命 包括父母老婆和两个儿子为威胁 强迫其必须加入 紧接着拥兵团分成了两组 贝尔亲自闷死了郑金湾的妈妈 圣祖则是以吊咽的名义 将郑金湾的大哥和大嫂骗到了天台 不仅残忍地刺死了大嫂 还把死因嫁祸给断气的大哥 随后将他伪装成了自杀 与此同时 郑金湾接到了俊哲的电话 那头通知他贝尔没死 正在前往殡仪馆的路上 郑金湾听后 立刻给小田发了条短信 拜托他来保护侄女治安 然后向着殡仪馆的方向赶去 当小田来到郑金湾的公寓 杀手已经撬开了房门 就在这时他拉住了杀手 不慌不忙地戴上拳套 只一拳就把杀手给解决了 小田立刻对治安表明身份 然后把他藏进了卧室 此时第二名杀手拿着枪走进公寓 小田不幸腹部重担 他趁杀手没起来的空档立刻躲了起来 然而激烈的枪声把圣祖给引来了 他掏出怀中的斧头照着小田就是一下 这一拳下去彻底地激怒了圣祖 他抓住小田挥过来的手臂 照着腰部就砍 然后像丢沙袋一样把小田扔在地上 然而圣祖这还不解气 砍下了小田的手 与此同时 郑金湾刚开进隧道 就看到一个女人的车子抛锚了 还未等他反应 身后一辆卡车突然撞了过来 紧接着卡车货门一开 下来好几名雇佣兵 这些人二话不说 对着郑金湾便开始扫射 刚才求救的女人不知道哪来的猎枪 对着车窗帮帮就是两枪 好一会车里没了动静 佣兵们停止了射击 就在这时候被箱缓缓打开了 郑金湾开始了疯狂地扫射 这一缩子下去基本上没有站着 负责指挥的俊哲躲在一旁 他鼓起勇气反击 却发现郑金湾不见了 郑金湾质问贝尔真的还活着吗 俊哲表示自己别无选择 话因为落那个女人冲了出来 敏辉这边 在监控里发现有人潜入到了武器库 于是躲在暗处 瞅准时机射杀了两名佣兵 他知道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 于是带了些装备准备逃走 离开前敏辉按下了自毁装置 大伙顺着电线将这个武器库烧毁了 与此同时 把信刚到家门口 发现所被人撬开了 原来多年前溜进把信家的事 受了重伤的郑金湾 待他醒来后 把信明确地表示不想被卷进内斗中 所以希望郑金湾能立即离开 临走之前 郑金湾提出需要一把武器 把信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杀了贝尔 原来郑金湾非常的自责 他认为如果那天在法庭上做了证明 或许被囚禁的四名无辜妇女就不用死 所以他想将事情盗回正轨 把信听后没说话 直接丢过来一把手枪 并特地叮嘱只有13发子弹 与此同时 拥兵公司得知贝尔还活着 那么就代表郑金湾说了谎 于是决定由公司处理这件事 正好借此机会杀鸡锦猴 之后才有知安逃进停尸间 和妈妈的尸体躲在一起的情景 郑金湾解决了两个放风的 又冲进停尸间 干掉了卷毛杀手 就在他扛着知安准备离开时 撞见了身后的贝尔 这人掏出手枪 刚要上前几步 恰好走来一群悼念的人 就这么一晃 郑金湾消失在了原地 镜头一转 他出现在了公司 偷偷老李的家里 直接把手枪摆在桌上 表示枪里还有五发子弹 杀了外面四个还剩一发 而自己在这待了一个半小时 却没有那样做 郑金湾觉得自己的母亲 哥哥还有嫂子全都被杀 足以偿还惹下的麻烦 如果自己把秘密带进棺材 能不能放侄女一条生路 老李立刻打电话给贝尔 至此二人的恩怨暂时放在了一边 但是郑金湾知道 贝尔不会乖乖就范 所以和把姓制定了一个计划 二人一起造了一栋坚固程度 向城堡的老宅 所有关于安保的系统交给了大哥 把姓没日没夜地训练敏慧 并成立了等级森严的网店制度 然而看似平静的日子过了十年 拥兵团设计害死了郑金湾后 立刻对老宅发动了进攻 时间回到现在 把姓将受伤的敏慧安顿好 取出了他体内的子弹 而大哥在地下闻到一股火药的味道 把姓认为现在应该立刻进入地下 但大哥说什么都不同意 与此同时 郑明正拖了束缚 不过他没有密码用不了电梯 于是便把注意力 集中在了网店的服务器上 大哥解释郑金湾 在通往地下室的隧道里装了炸药 网店负责人必须在里面 而他不在的时候自己就守着 所以才会让治安不要出来的 如果管理者不在 就需要重启 然而重启一次需要24个小时 就在这时大哥发现 有人登陆了网店经营者账号 没过一会防御屏障就被解锁了 就在这时 没有传感器的电子狗突然站了起来 紧接着发出了刺耳的声波 共振将防弹玻璃都给震碎 身体素质较差的大哥当场昏迷 就连把姓的双眼都瞬间变红 治安吃力地想要把大哥拽到房间里 而敏慧捡起地上的枪 准备砸掉电子狗时 一辆车冲了进来 车上下来的是佣兵双胞胎 和被卡住车门的电子狗 治安瞅准时机 冲进卧室捡了一把刺刀 划分两头 把姓早就看不惯双胞胎 正想和二人过上两招 兄弟俩见状收起了枪 齐刷刷地掏出佩刀选择迎战 与此同时 圣族找到了治安躲藏的房间 就在他准备痛下杀手时 大哥不知道拿什么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然后齐在这人的身上 大声呼唤治安快逃 治安立刻逃到客厅 此时把姓还在与双胞胎肉搏 屋里的圣族已经挣脱了大哥 对着他的胸口就扣动了扳机 宁慧为了给治安争取逃跑的时间 被一脚踹飞老远 治安一口气跑到了屋外 转头又冲进了仓库 然而圣族立刻就追了上来 此时叔叔的教导在耳边不断地回响 治安冷静下来注意到地上拥兵的尸体 随即捡了一把手枪 当圣族追上来 识人已经不见了 而他盯上了教官手上的宝石戒指 贪财的性格致使追击慢了机牌 治安并没有马上开枪 他想知道父母是被谁杀死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圣族趁机躲了起来 发出声响的人事证明 他气冲冲地爬到仓库 不停地大喊发泄心中愤怒的情绪 突然撇见地上的步枪 于是立刻捡了起来 一边咒骂拥兵和治安 一边瞎突突 不过很快就没了子弹 圣族瞬间出现在他身后 一斧头下去就结束了证明的性命 治安趁着空荡已经到了地下室 圣族解决完证明后 不慌不忙地往地下室进发 治安怎么都砸不开武器库的锁 他实在没办法只能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圣族一边寻找治安 一边唠叨地没完 顺便还布置好了红外线炸弹 就在这时 治安不小心触发了一颗 他好不容易捡起手枪站起身 好巧不巧治安的手枪没子弹 更巧的是眼前就有另一个 不过圣族却不知道这个情况 他忽然发现地上有血迹 于是跟着来到货架处 但什么都没有发现 实际上治安躲进了先前的那个机关里 透过监控看到了狙击手 另一边 大哥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原来他穿了防弹衣并没有死 此时圣族开始讲起他和正经湾 一起执行任务时的故事 圣族虽然灵巧地躲过了叉车 但却不小心触发了炸弹 这还没完 他飞出去的地方 全是事先泼的助燃燃料 圣族这才反应过来重击 却已经被治安用枪指着 他对地扣动了扳机 子弹摩擦出的火花点燃了助燃物 凶猛的火焰立刻窜到了圣族的脚下 整个人瞬间就着了起来 然而随着火势越来越旺 却触发了头顶的喷灵头 眼看就要葬身火海的圣族 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不过这次治安终于没有犹豫 随着圣族被爆头 这场战争算是告一段落 另一边 把心唤醒了奄奄一息的敏慧 大哥则是第一时间来到地下室 确认过治安安全后 开始修复网店的服务器 然而却意外发现 又一批杀手在向老宅集结 原来拥兵团发布了悬赏公告 四个人合计四百万刀 治安想了想 命令大哥打开武器库 没有拿枪而是选了斧头 镜头一转 杀手们涌进了仓库 大哥却拿了个扬声器走了出来 就在众人一脸猛的时候 治安利用广播通知 他是网店的新主人 首先送份大礼给各位 大哥听后立即将身后背包里的东西倒出来 里面装的正是圣族的手机 治安坦白他刚死在自己的手上 然后立刻一一地爆出所有杀手所在的位置 提议大家就这样离开的话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并给予不扣税地等额悬赏金 立刻马上汇款 此外提供和叔叔同样的交易方式 且保留现有的等级 以后网店还会不定期打折 承诺提高手续费的折扣 但如果各位仍旧不肯放弃想要占领网店 选择继续进攻的话 你们所有人将会死在这里 深思熟虑之后 所有红色等级的杀手们全都同意了治安的提议 纷纷撤离了老宅 然而把顺回到卧室 却发现敏慧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 赶走杀手们以后 治安决定上去看看情况 但无论哪里 都没有发现把姓叔和敏慧姐的身影 就在他崩溃大哭的时候 远处突然传来汽车的轰鸣声 治安以为又是杀手 崩溃地迎着车子就冲了上去 然而车上下来的人 正是负责火化叔叔的丧葬员 这人自称是负责善后的黄色等级 就这样搬运尸体的工作一直忙到了早上 突然有人汇报有车正在靠近 治安带领着黄色等级的所有人严阵以待 然而车上下来的竟然是叔叔正进弯 故事到这就全部结束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